大家好 我是老胡 欢迎您关注胡关正经 今天我们聊一聊在2018年的岁末 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补金委员会的话题 简单说就是日本政府退群了 人家要自己进行商业的捕杀鲸鱼的行动 我们知道 因为出于对这种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的目的 早在1986年 这个国际补金委员会就通过了一个叫全球禁止补金的公约 禁止各国进行商业的补金 日本当时还是缔约国之一 但是这三四十年来 这个公约让日本钻了空子了 因为你不说了吗 好 商业补金不允许 我不进行商业补金 我干什么呢 日本人说我们进行以科研为目的的补金 所以日本就打着科学研究这个旗号 持续在南极海域和西北太平洋补金 你看1987年 日本捕捞了各类鲸鱼高达1082头 因为签署了这个协议 所以1988年 日本停止商业补金以后 数量当年还减少了 减少到241头 结果呢 接下来从95年到200年 日本这个补金数量又比此前几年翻了一倍 从2001年开始 它补金的数量持续增长 到2005年甚至达到了1243头 超过了1987年 还没有签署补金协议的数量 所以你日本人这掩耳盗铃 你说是补金 结果你补的比原来还高 所以日本的补金产业 经常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那怎么办呢 日本人就是这么坚决 所以2019年到来之际 日本不说你们谴责我吗 好了 干脆我不再遮遮掩掩 咱就公开来吧 于是日本政府宣布 退出国际补金委员会 将从2019年7月开始恢复商业补金 那有人我也看到了分析说 这下糟糕了 是吧 你日本人这么干 怎么办呢 你这样的日本补金 大家注意有个好处 它是受到限制的 未来日本的商业补金 你只能在日本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域内进行 说白了就是 关起门 你自己走